今天是违法占中爆发三周年,当年今日,人称,戴耀,的戴耀廷高夫,占领中环 正式启动,暴力的潘朵拉合子也正式打开 所谓的爱与和平,传去见鬼 代之而起的事,违法达二,事件一中接一中 占领街道,暴力冲击港大校委会 旺角非尊重火等等 令香港万劫不复 社会的撕裂至今仍然难以修补 而一中占领之乱的罪魁和守至今仍逍遥法外 声称法治是香港基石的政府不敢到羞愧吗 大妖这位邪恶法律学者早前在烂果报发文 古吹在占中爆发三周年 当日下午到公众地方举一把黄山纪念占中 大妖翼天行事 古惑人心 一众年轻人盲摩摩的跟随着他的歪理邪说向前死撞蛮冲 相信他鼓吹的,香港的出路就是独立 搞到不少激进青年做了政治炮灰营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好像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 就说近期有不少抗争者被判入狱 他每次看到有关报道都会感到低落 联想到自己面临审判 有机会面对教场的监禁刑罚 直认起初会担心同经 更可能出现了些小抑鬱症状 变得不想见人 知不过 他又不肯诚心认错及道歉 只是狡辩,扔砖只是天真 不代表是错 这句话一出就被网民怒光,黄生 我找旧砖扔你 你会不会赞我旧天真我,黄台仰的歪理 不就是中了大妖,违法达意 的独妈,否则怎会说自己天真就没错 就不使负刑责 今天 617民间约将 联同其他激进派成员会在今中举行集会 主题是 全民觉醒反抗暴政 还说大妖和陈建文君获邀分享 老柳觉得好笑 大妖等一众占领行动聚灰 难道会反思播毒祸害,叫一群未能分清对错的同志粗都蠻冲,去饮 结果,2,达不到 监狱之门就一一为他们打开 今次的传